大陆解放军日前拍出多架军机绕台飞行 并且做成影片 博29号既然出现了全新版本 扩大了台湾的篇幅 除了有轰6K绕台飞行的画面 以地图画出飞行路线 还捡进台湾标志性的警务 台北101赫然出现其中 宝岛在祖国怀中 祖国在我们心中 短短不到两秒的画面 清楚看见台北101 又切换到长城 还有野流女王头 全长1分50秒的短片 由央视主播旁白解说 强调领土完整 之前大陆央视曝光了解放军 陆军攻城防跨部队 进行五人机桥头堡爆破演练时 模拟战场中出现了中华电信的招牌 并且是把台湾当成了模拟攻击的对象 最后火力组进入城镇 对重要目标进行控制 相对朝鲜半岛露出和平曙光 大陆此时大打心理战 明显加强温钩武贺 使台局势动刀升温 记者宋航报道 在纸腾中 朝鲜半岛露出和平曙光 发展 与 公路